今天我們要學習的是 善美國家王壇的第八章和第26節 在上一章中講到 善美國家王壹是如何能夠去欣賞 那些處在困境之中的人 把自己處於困境中的人 善美國家王壹是如何 一次又一次地置身於非常困難的處境之中 他們當時被關在監獄裡頭 他們的孩子被殺死 所以那種處境真的非常困難 所以 Krishna 呢,他特別欣賞到那些奉獻者,他們雖然讓自己, Krishna 欣賞的那些,遭受了痛苦的那些奉獻者。 然後特別是昆提皇后,她說了,在身處在困境之中, 特別讓她能夠想起 Krishna,她能夠感受到 Krishna 更加的強烈。 所以,她感受到困境和問題,她遭受了她更加記憶。 所以,昆提皇后,她反而是非常感謝她遇到了這麼大的困境, 一次一次的這麼多的危險,挑戰,因為每當在這種艱困的時刻, 讓她背加地能夠想起 Krishna,感受到 Krishna 的靈在。 所以,在第二次的禮拜, Queen Kunti 說話, 在人生的生活中,她說, 在人生的生活中,她說,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章,今天的诗节里面讲到,那些在物质上穷困潦倒的人,贫穷困难的人,他反而更容易的接近Kishnah。 在这节诗的诗节中,他有讲到,Tvam Akinchena Gocharam,Akinchena means one who has nothing. 那在这节诗的诗节中,他有讲到了,叫做,Tvam Akinchena Gocharam,那这个Akinchena,Akinchena,这个字,Maharaji说,告诉我们,这个凡文字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人。 所有的一切,知道吗,都被带走了,一无所有。 那些在物质上,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反而更容易怀着深情地来呼喊至尊主的圣名,吟诵吟唱 Kishnah的名字。 我们越是身处在这种困境、艰难中,我们就更容易地,很无助地呼喊Kishnah的名字。 可是,Kunty皇后,她却说,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他们却非常努力地想要在物质上取得进步,奋力地向前。 物质存在的人,他们用物质的思维方式对他们来说,有四件事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可以彰显他们物质上的进步。 对你们对大家来说,要猜到这四样重要的事情并不困难,我们可以想一下什么东西对人们很重要,在物质上。 对大家来说,要钱。 对我们来说,要钱。 我们需要钱。 富裕。 我們都很重視在意美貌,外向美貌。 對,我們都想要讓自己的外貌看起來很美。 我的天啊,買了美妝,買了美妝。 買了美妝啊,買了美妝啊,買了美妝啊。 買了美妝啊,買了美妝啊,買了美妝啊。 買了美妝啊,要訓練他們的肌肉。 還有一件事情人們很在意,就是他們所受的教育。 我們可以看到人們也是花了很多的錢,就為了得到這種高等的教育。 我們看到在馬來西亞,真的有很多人,他們願意砸下大筆的錢, 就是為了讓他們的孩子可以到國外買房子,在那裡接受教育,上大學。 在印度也是一樣,在印度也是一樣,那些父母都很想讓自己的孩子能夠得到很好的教育,也都是花了不惜重資。 中國也是,中國也是,他們也會想把孩子送到某些地方去受教育。 在台北,我們也真的看到啊,好像有些印度朋友,印度風仙者他們也是來到台灣,就是那種花了很長,好幾年的時間,五年,就為了取得這個博士學位。 但是有些時候,即便你拿到了那麼高的學位,還是沒找到工作。 所以,人們都很重視一件事,那就是高貴的門弟,他們想要有這種很好的,出生在一種很好的家。 他們會覺得自己是很好的家事,顯赫的家庭,受到尊敬的家庭。 他們會覺得自己是很好的家庭,有些人會覺得自己怎麼會出生這麼卑微的家庭。 所以,事實上,人們都在想一件事,我怎麼樣能夠去改善我的物質的條件。 怎麼讓我自己看起來更美,有更好的教育,有更多賺更多的錢, 怎麼樣能夠讓我自己有一個很顯赫的家庭。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物質進步的道路,人們正在這樣的道路奮力向前。 所以,問題是,當我們進入物質的道路,我們會變得驕傲自大。 所以,我們會覺得自己是很豐富的家庭。 我來自一個非常顯赫的家庭。 我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 我們會覺得自己是很豐富的家庭,我們會變得很豐富的家庭。 人們就將逐漸地在這些好物質的條件中逐漸地迷失了自我, 他們迷醉在這種物質的條件中。 而一個越驕傲自滿的人,就越難以呼喊主的聖名, 越南去接近Krishnam。 現在有趣的是, 聖人們將會獲得這些東西。 聖人們通常會有好的教育, 有錢,有好看見, 常常因為聖人們都聖人。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那些虔誠的生命啊, 他們就是會有這些好棒, 他可能相貌很好, 他也是出生高貴的門弟, 然後他又出生在萬貫家財的家庭中, 擁有萬貫家財, 還有受到高等的學歷, 這些都是有虔誠的福報的人, 他們就會帶著這樣的福報來。 那我們首先要了解, 我們在念誦聖名, 崇拜Krishnam, 接近Krishnam, 其實是有一個基本的資格的。 因為他在無助的狀況中, 他的情感越是多了, 是真摯。 But the person who has a lot of material opulence, he's going to chant, but he doesn't have the same feeling, because he's very comfortable in the material world. of course we are living in a very materialistic society. 當然,我們現在身處在這種非常物質化的社會中, 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上到處, 你看人們都在追逐物質的繁榮、富裕。 但是我們終究要去認清我們所追逐的這一切畢竟是短暫的。 We need money to live in the world, but we don't need to always be thinking to get more and more and more. 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我們確實需要基本的需求, 我們需要有一些基本的錢。 但是我們的內心不要總是一直想, 我想要更多,更多,更多。 當我們非常地執著依戀這些物質的好條件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很像是我們在發高燒一樣。 所以當我們努力地想要改善我們的物質處境, 讓我們自己過上一種更為優越的物質生存的時候, 這個很像是我們明明就在發燒了。 可是我們讓我們,就是燒, 就是更,知道嗎? 讓我們的發燒的程度更加嚴重。 可是當我們發高燒的時候,我們都有經驗。 那等於是讓我們自己,這種物質的疾病更恐怖。 讓我們置身於一個讓人很不舒服,很不痛快,很痛苦的狀態。 有一個故事,有一個人發高燒,他就來找醫生。 那這個醫生呢,就給他打針出射,想要把他的燒給止退。 但是他就死了。 然後結果,他家人嚇死了。 他說,他死了,怎麼本來不是要治他的病,怎麼連人都治死了。 他說,可是醫生就說,可是我就是要把他退燒的啊。 他的現在已經不燒了,沒有發燒了。 通常在物質生存中,人們都一直想要增加他們物質的好條件, 也等於就是讓那個燒越來越發燒越嚴重。 但是我們也會遇到有一類人,他們就想要讓我們這個發燒,這個高燒可以退到完全不燒,完全到零這樣子。 所以馬哈利家舉這個例子明白嗎? 他們認為就否定所有的一切,因為發燒不好嘛。 所以如果是像佛教講的啊,就是他們覺得,他們知道這個物質的狀態是不好的。 所以他們其實希望他們的關閉,他們所有的,知道嗎? 掩耳閉舌的聲音,想要關閉。 不要看到任何邪惡的東西,不要看,不要聽,不要嗅,不要嘗,所有的一切,他們封閉這樣子。 不要看任何人,不要看任何人,不要看任何人。 所以他們這個是一種強烈極端的措施,就是否決,物質存在中所有的一切,他們是用否決的。 讓所有的一切都成空。 所以那是不一樣的解決。 因為男孩子有肌肉,你如何治療肌肉? 對,所以馬阿姨剛剛舉了那個男孩,有沒有,發膏燒,然後醫生竟然把他醫死了,注射下去死了。 我們的重點不是要把他醫死,去了那個燒,是要人活著,但是燒退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一類的修行人,他們是這樣,他否定所有的一切,不要燒,連身體都不要燒,不要燒到沒有溫度,那就死了。 可是我們不是要走這樣的道路。 對,我們不想要讓我們的燒,就是知道嗎?繼續的燒燒,不想要高燒,但是我們也不想要讓自己降溫到沒有溫度。 我們要做的是讓我們的體溫回到正常狀態,不是要去否定我們人體的溫度。 為了要讓我們回到正常的溫度,所謂的降燒,退燒。 那麼我們應該要想辦法把我們的那種要求,稍微把它簡化一下。 我們不要對物質的生存要求那麼高。 就像一個人發高燒的時候,當他在退燒的時候,那意味著這個人在好轉。 同理可證,當我們開始簡化我們的生活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回到一種比較正常的狀態。 換句話說,我們不要過度的憂心,我們到底賺了多少錢。 這件事情不要太過擔憂。 也不要經歷那麼多的麻煩,就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加的美麗。 也不用一輩子都在受教育。 也不要擔心自己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中。 所以我們都是來自於同一個家庭。 所以我們真的不要過度的執著依附我們的物質處境,還有我們的身體。 。 但是怎麼能夠才能做到呢? 我們應該要想辦法讓自己更加的專注在靈性的道路上。 如果我們更加的專注,那麼我們這種物質的發燒病就可以慢慢的減退。 。 我們應該要去規範我們自己的靈性的練習。 讓自己總是可以溫暑在聆聽還有吟誦吟唱關於Krishna的一切的練習之中。 然後千萬不要以自己的物質的好條件而驕傲起來。 我們任何我們都要去規範我們必須以為Krishna的一切。 我們不要太過度自得一滿。 而是要總是當我們有一些好條件的時候,好運的降臨, 我們總是要覺得這是由於Krishna的人辭,我才能夠得到這些物質的好條件。 我們必須要用在為Krishna做服務上。 有些時候我們也會有惡運。 所以我們有些人辭,我們會有些不好的運氣。 我們可能會失去一些東西,我們可能會失去我們的錢。 我們可能會失去我們的錢。 我們可能會失去我們不同的事情。 我們會有問題。 我們會有問題。 我們的健康甚至可以回復。 我們也會覺得這是由Krishna的祂祝福。 我們應該會覺得這是由Krishna的祂祝福。 我們應該會覺得這是由Krishna的祂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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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祂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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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毫无疑问的,这就是Krishna的安排,他的仁慈。 他藉由安排这样的处境提醒我们,所有我们执着的这一切都是那么短暂无常的,我们不要再依恋了。 比方说健康上有问题的人,他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都想要对治他的健康的问题,可是有可能他用了他的一生, 用了那么多的精力、时间、金钱,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得救,这是有可能的。 与其他那么的焦虑、烦恼、自己的健康问题,还不如把一些精神时间放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灵性的健康上, 其实比专注于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身体的问题来的有价值多了。 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一个灵性的功课做得很好的很稳定的人,但是他身体状况不好,其实比一个健康状况很好,可是他的灵性很弱的人来的好多了。 可是在物质世界中的人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是那么的专注于想要去改善他们自己的物质生存。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些物质的基本, 比方说,我们也需要基本的钱财来维持生存。 我们也需要去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需要受教育来做最基础的, 这种维持最基本的物质的生存的条件。 那么最好的状况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他处在Krishna 知觉意识之中的人, 在做于Krishna 做服务, 那同时他也知道要好好地善加照顾自己的物质的状况, 他能够维持这样的平衡, 懂得把他物质所有的一切的好的条件都用来服务Krishna, 那么这样的人是最好的。 Lord Krishna in the Bhagavad Gita speaks about this point. He says, bhogaishwarya prasaktanam tayaparita cetasam vayavasayatmika buddhi samadona vidyate Krishna in the minds of those who are attached to material opulence and sense gratification, and who are bewildered by these things, then the resolute determination for devotional service will not take place. Krishna 在博家梵歌中,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解释, 那些对物质财富和感官享乐过度依恋执着的人, 是无法下定决心为Krishna 做奉爱服务的。 We had a nice example, there was one devotee who used to be in Taiwan a lot, his name was Sankir Tandas, and he was from Switzerland, and he was staying here in Taiwan. You can see him if you go to that museum of religion. Yes,we went. We went to the book from there. 我們有一位来自瑞士的奉献者 他的名字叫Sankirtan Prabhu 大家都還記得他 他那个时候有来到台灣 大家可以在世界宗教博物馆 你知道他们的那种展示墙上 还有他的相片在那裡 對,所以在牆上就有Sankirran 跑步的相片 就展示在那個很大的那個牆面,就是在做Kirtan的那個相片,因為世界宗教博物館嘛,所以它等於就是要展現世界各地的各種的五花八門的宗教,包括了我們。 那後來Sankirran 跑步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他後來得到了猴癌, 那就是後來因為他得了猴癌嘛,他沒有辦法好好地表達跟說話,因為那個腫瘤啊後來越來越大,對不對? 就讓他阻擋了他的發生的那種作用。 當時,為了治療他的那個癌症的狀況,他花了好幾年的時間,他也是片方名醫。 當時,為了治療他的那個癌症的狀況,他花了好幾年的時間,他也是片方名醫。 然後用各種方法。 後來他也到了中國的一家醫院做治療。 那做治療的過程其實也經歷了很多的痛苦。 Eventually, he decided that, you know, he said, I cannot speak, I cannot do any real service for Krishna. He thought, there's no point in me continuing my life. So he thought, I'm going to fast until death. 那後來他就說,我現在沒有辦法說話,也沒辦法做什麼的。 既然我沒有辦法對Krishina做一些實質的服務, 他後來就決定自己就開始斷食。 他就是斷食,然後準備面臨死亡。 他覺得,我這樣子下去,他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既然我也沒辦法做什麼,那麼我的生命也沒有什麼意義。 後來他就從他的靈建導師, Lokanaswami,Maharaji那邊,得到了允許。 那後來他的靈建導師也了解了他的狀況, 似乎真的已經走投無路, 那後來他真的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治他的病了。 就是因為他已經嚴重了他的狗癌。 那後來他就回到了他的故鄉, 那後來他就回到了他的故鄉, 其實就是他的妹妹來照顧他。 然後他在短短的兩星期之內, 他就離開了身體。 然後他很吉祥, 是在Krishina顯現日那天, 他離開了身體。 所以他覺得, 現在這個身體已經是這麼的殘敗, 已經沒有辦法再使用了。 那麼我不如, 如果再重新得到一具身新的身體, 那我可以在其他的地方 繼續為Krishina做服務, 那來得更好。 就是說他沒有意念他的身體,明白嗎? 他覺得這樣子更好。 當然, 其實要下這個決定也是很困難的。 就是已經放棄了一切治療。 可是當時他真的很清楚的知道, 他在那樣的身體狀況中, 他真的沒有辦法再做一個更多的服務。 他沒有辦法做任何其他的服務了。 那他是在靈聽著 聖靈的靈在中離開了身體。 所以他還是在靈聽著 聖靈的靈在中離開了身體。 而他在世的時候,其實是很幸運,他得到了非常多做服務的機會。 所以毫無疑問的,他肯定是去到一個更高的地方去接續他的服務。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認清這個物質世界的實相。 這個世界真的是一個短暫的地方。 但是儘管這個世界,你知道嗎,我們看到這個物質世界充滿了這些災難,可是我們卻要好好的善家利用這個物質存在。 就像如果你去一個 night market,你覺得,哇,這看起來很不錯,他們賣這個物質, 這是一個名字,一個名字,一個名字, 你會跟著一個名字。 我和一個人的地位,我們在韓國也在韓國其實。 在韓國,他們有這些種的市場。 它是一間的市場,他們叫它, 只要是一間市場, 所以他們有這個市場。 and the devotee came from America and he was with me I was taking him around and he said whoa this is a good brand this is a North Face or you know a good name brand he thought I definitely how much is it oh so cheap I'll buy it you know and he bought it and the next day the whole thing just fell apart you know one night the next day and so sometimes you buy things you don't get a very good bargain you don't get a lot of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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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very good you still want to use it you don't get a lot of money you don't get a lot of money but we have to use it and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use it that is the success that is the success to go beyond the wheel of birth and death 超越生死,超越生死輪迴的地方。 所以一個聰明的人就知道要這麼做。 昆迪王后她就是這麼想的。 昆迪王后她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奉獻者。 有任何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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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dding dalam中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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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處在什麼屬性?激情屬性。 激情屬性最明顯的特質就是充滿了欲望。 一直想要得到提升,希望能成為頂尖的人物。 想要成名。 我們在香港,Tamukrishna Goswami在香港, 有一個人從印度來自香港, 那女人在電影中,她是演員, 她說Tamukrishna, 拜託我祝福我能成為名人。 她是女演員,她當時正在追逐她的心, 成為明星的道路。 所以她遇到Maharaji的時候, 她就直接跟她說,拜託你, 我求祢祝福我能夠成名,成為大明星。 想要成名, 那是一個物質慾望。 所以就是這個物質慾望真的很強烈。 有人可能會很著名, 他們會拍一部影片, 很著名, 很著名, 然後之後, 很難得到另一部影片, 很著名, 很著名, 更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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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時候, 是摔跤嗎? 就是,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競爭啊, 對不對? 你可能这个时候击败对方了 可是可能下一场你又输了 所以其实要一直维持到 我们没完没了的欲望 想要总是去满足这些欲望 是有困难的 所以最好是我们去认清 我们在物质存在中的处境 我们的状态到底 他的实相是什么 这明明就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 Krishna在等待着我们回家 Krishna在呼喊着 你在哪儿 我的孩子好久没看到你了 然后可能会不会想 抱歉我很忙 我现在在台湾 我现在很努力在工作赚钱 可是我们很在意的事情 都是很短暂的 但是真正的生活是在灵性世界 跟Krishna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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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shoda Priya Mataji Krishna在那种传统中受到崇拜 Krishna在哪里受传统中受到崇拜 Krishna在哪里受传统中受到崇拜 所以,有時候,只要加強烈與愛的關係, 有時候他們會說:"Oh, Krishna's gone to see Chandravali." 這個很有意思,為什麼會有一個Chandravali,他是Radharani的對手? 其實這只是為了增加更加強烈的,知道嗎? 在靈性世界的Krishna的逍遙時光, 那就是因為當他們聽到說:"蛤? Krishna,他要去見 Chandravali!" 就那個時候,那種強烈的情感的迸發會更加的強烈, 可以增加那種趣味,那種刺激感。 所以Radharani就會想說:"Oh, Krishna,他不愛我了嗎?" 可是他問的是說:"在哪裡受到崇拜? Chandravali?" 在哪一種傳統受到崇拜? 我沒聽過他受到崇拜。 那種傳統受到崇拜? Chandravali, 主承泰亞在靈界有自己的星球嗎? 我們如何才能到達那裡? 我不知道關於Chandravali, 但他在靈性世界有一個地方, 他在靈性世界有一個地方。 馬爾士說他不確定這個星球, 但是是有他的地方。 聖宗具來有個指責, 他在靈性 congratulate him, サンキャータン和 roganya, 他在靈性世界是在隅 gebe, 跟所有 sar kyrrhán的 Elias lives with all Sankirtan. 彈都在那裡。 然後他說:"How can we attend che to that? 商品 Gündom being in the Gy satisfactor? 聖宾 than in the Mellow of Lord Chaitanya? 在漏 wastedance 我们应该要参加Sankirtan这个运动 然后我们就是全然的 就是沉醉在主彩汤雅的 它这个甘露之中 那么我们就被它吸引 能够去到那个地方 接下来是 Sveta Drip Krabhu 他所问的问题 请问做自己喜欢的食物 与做Krishna喜欢的食物 给Krishna吃 两种状态 最终的灵性结果有不同吗 如果每天自己喜欢做什么食物 就给Krishna做什么食物 但抱着为Krishna而做的心态 这会取悦Krishna吗 他中文太好了 他听得懂 如果你能够 怀着这个奉爱之心来供奉的话 就可以 可是如果你对Krishna有真心的奉爱的话 你就会更加在意Krishna喜欢什么 我们会想Krishna喜欢什么 那就是更进步的人 但是我们还是要务实啊 因为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 就是煮那些自己能够取得的东西 比方说如果到了意大利 大家都在吃意大利面呢 到了英国 大家都在吃马铃薯 所以我们就烹煮 就是在我们当地容易取得的东西 然后怀着爱 来供奉给Krishna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这样 那我们要确保的事情是 我们在供奉整个过程里头啊 准备这些食物 我们应该让自己保持干净 纯净 然后并且我们应该要让自己 怀着爱来做这件事情 来供奉 这个不知道是哪位 Keshwara Priya Keshwara Priya Dibai Guru Maharet Dibai翻译老师 Dibai所有奉献者 一切荣耀归于 Shiro Prabhupada 有爱主的愿望 头脑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念头 怎么样让爱主的愿望 越来越强烈 有更多的奉爱心 最后就只剩下这一个愿望呢 这是不是愿望太高了 因为对主不了解 知识很少 所以要多阅读 双巴哗哗的书 来增加 自己的 开展自己的 灵性知识 不需要让自己处在愚昧的状态 必须要增加自己的 这个灵性知识 而且也要去 提升自己的 这个愿望的 这种本质 我们是没有办法 抛弃欲望的 我们不可能没有欲望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 我们欲望的本质 本质 性知 我们应该培养一种欲望 这个欲望的这种 这种本质呢 可以把它转化成 去为Krishna 做服务的这种愿望 还有一个 Sasa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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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i Krishna 迪拜 古鲁的莲花族 遵守 Bishma Pantra 二极 戒时 后天的 Ekatasy 破戒 是否能使用 五谷 请教 Guru Dave 因为 Well You see In Bishma Panchak The Ekatasy You're meant to do full fasting You don't You do the full fast Without food or water And then You can break the Ekatasy The next day By drinking water So the first day Complete Maharaji说 如果要遵守 Bishma Panchak 的人 在五天中的第一天 他是断水 断食 连水都不喝 然后第二天 是用水 来打破断食 If you've not taken any food or water Then you can break If you can break the Ekatasy The next day By just drinking water 如果当天 这个 也就是明天 Ekatasy 如果真的断水 跟断食的话 借水 跟借其他的食物的话 那么 第二天 就星期三 就可以用水 来打破断食 这位 这位 Maharaji 是 Priya Pos Dimbai 敬爱的 Guru Dave 请问 Sankhirtan Prabhu 采用戒食 离开了躯体 世间 有些人 得了绝症 自愿 采用 安乐死 这种 安乐死 算是一种 自杀吗 那这两种 离开 躯体 的方式 本质 区别 是什么 奉献者 得到 他的 起敌 依侮的允许 就可以选择 某种方式 离开躯体吗 是的 你得到了 临近导师的祝福 我跟咕嚷讲 你打算怎么做 因为 如果你没有喝水 你就可以狂犯 所以 他在喝水 他在问 Sankhirtan Prabhu 你能 我听 因为 如果 你做 断食 没有 水 你 可以狂犯 对 对 那那个时候 Sankhirtan Prabhu 不是 都自愿 采用 断食 对不对 可是他 还是有 喝水 因为 如果 断食 而没有 喝水 有时候 人 会疯狂 对 如果 连水 都没有 喝的话 因为 他不是 一天而已 知道吗 对 一天还好 一天还好 可是 那个 一直断下去 水 是没办法 不能断水的 OK 你们有 和 Tema 是 Shamatajin 马拉吉刚刚讲的 我们四个 比较富裕的 物质条件 的人 因为 没有什么需求 要去呼喊 Krishnam 所以 变得说 很难 去 亲近 Krishnam 像这样的状况 或这样的条件 我 应该是怎么做 会更容易 去 帮助他 去亲近Krishnam 好 马拉吉 你了解他的意思吗 就是对那些 material prosperity 那些有很好的物质的 opulence的人 那些有很好的物质的 高教育 美丽 美丽 之类的 我們可以藉由把超然的知識給予他們,來幫助他們, 讓他們真的了解到他們所擁有的那些物質的知識。 讓他們真的了解到他們所擁有的那些物質的知識。 讓他們真的能理解,就是真的那些東西太短暫的。 我們的貨幣都一直在貶值,不是嗎?錢都一直在貶值。 美麗也在貶值。 大家都很有感覺。 我們所學習到的那些教育啊,我們覺得很自以為懂得很多, 可是這個世界上的那些知識都一直在變。 我們以為學到了,他們一直在變。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我的家很顯赫,門地很顯赫,高貴。 那不過是個相對的問題吧,對不對? 你高,可是還有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又如何? 所以我們必須要幫助人們, 讓他們更加認識這些事的知識。 所以我們要讓人們很徹底的去了解,生命都有給我們這種經驗的反饋, 知道說這邊都太短暫,太虛幻了。 這完全是人們的一種錯覺,覺得這些東西很有價值,很重要。 那麼短暫無常的東西,怎麼可能有絕對的價值呢? 所以到底什麼才是真正有價值,重要的東西? 所以重點是我們怎麼樣才能夠去照顧到真正的我們, 我們永恆的生命,那個靈性的靈魂。 這才是重點。 現在你現在在人體身體裡, 然後你如果成為狗, 那你不太好, 否則現在得到了還不錯喔, 人體的生命, 結果呢,搞不好下一世, 一不注意,投生在狗的軀體裡。 你可能會說, 也許人們會覺得台灣人對狗都很好,是不是? 台灣人對狗都很善待狗喔, 在這裡待遇很不錯, 想投生為台灣的狗嗎? 不是所有狗, 有很多狗, 也有幾年前, 他們在遇到所有狗, 在車上, 好可怕喔, 對啊, 那些流浪狗也很可怕, 對不對? 有的人專門捕捉那些野狗, 對嗎? 那個很恐怖, 其實, 他們的命運也是很恐怖的, 屠殺。 OK, Hare Krishna, 有 bubbles也是 fake waters, 有還有cost experimental的 SDK women. 有還有cost their studies? 好 somewhere了嗎? 二重圖。 要回答接下來的這個嗎? 這是Keshira Preтер的, 怎麼樣讓自己堅持天天讀書, 讀更多呢 ? istradionDo not knees and pray, 怎麼樣讓自己堅持天天讀書, 讀更多呢 ? 我們需要奉獻者的聯誼,會幫助我們橫持、堅強地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聽課也是一個好方法,像現在也是啊,大家一起聽就不會偷懶,可以堅持。 在家裡,if you practice Krishna consciousness at home, or practice Krishna Consciousness in the Holy Dhamma, Mayapur, or Vendavan, East Kong Temple, he or she would like to know if practice Krishna Consciousness in East Kong Temple, in the Holy Dhamma, is more beneficial for his death, his father passed away, for his disease. Deceased the father. No, I don't believe. I believe that you get the same benefit wherever you've been. Maharaji说,他不相信 在圣地就会对已故的父亲 有得到更大的利益. 他说他不相信这件事. 他说在任何地方 培养 Krishna知觉意识, 庙,在任何的,知道吗? 庙里其实都一样的好, 没有分,所以一定要到哪里去 才是好,因为庙里就是灵性世界嘛, 他就不分啊,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来自 Bhava,不知道是谁? Bhava Tanrini. Bhava Tanrini. Maharaji. Vishnu Priya回到灵性世界, 会和主 Chaitanya Mahaprabhu相聚吗? 另外这五天,除了明天上午届时, 其余的时间都吃Ekatasi餐, 算是遵守了戒律吗? 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他想问说,Vishnu Priya, 会和主 Chaitanya在一起。 对,他说回到灵性世界, 跟主 Chaitanya Mahaprabhu在一起。 然后,对,他说问是不是这样, 他问是不是, Vishnu Priya, 跟回到灵性世界, 他说回到灵性世界, 他跟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是的,是这样的。 好。 所以,他说了Bhishma Pancha, 他说明天早上, 他会在灵性世界上, 所以在另一段时间, 他只顺着Ekatasi diet。 所以, does it count? 是OK吗? 是OK吗? Bhishma Pancha. 是同样的? 可以的, Mahaprabhu说可以。 Mahaprabhu在Mahaprabhu 是这样的, 他们就是吃水果跟根筋类的东西。 Jay Patakaswami Maharaj, 还有那些跟水的奉献者们, 但是你可以吃Ekataswami Maharaj, 还有那些跟水的奉献者们, 他们是这么做的。 但是你可以吃Ekataswami Maharaj, 但是你可以吃Ekataswami Maharaj, 可以吃Ekataswami Maharaj, 没有问题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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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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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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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